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篇经济学人 Winter is not coming 大家可能都跟我一样 觉得今年冬天不是很冷 确实,今年冬天是自有记录以来 陆地上温度最高的一个冬天 地球确实正在变暖 这篇文章就是讲这个 由于我用的是经济学人商论这个app 所以我只能看到它是4月份的文章 但具体是几号我是看不到的 如果想要知道的小伙伴呢 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还有就是我每次讲经济学人的文章之前 都会把原文和带单词解释的这个页面 就是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页面 提前分享在动态或者专栏 这样就可以方便大家一边看我的视频 一边在这个页面上就是记你自己的笔记 然后我之后呢 也会在专栏更新单词表之类的材料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 方便及时获得相关材料 想看其他经济学人精读视频呢 可以私信我经济学人就能收到视频链接 宇宙公主 我把他们都带来了 救援马上到 高级租债队出发 意外出现的大量强烈风暴 席卷了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地区 首先来看这个标题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 Winter is not coming 这个是出自权力的游戏的梗 就是权力游戏 他们那个Stack家住的地方叫Winterfail 就临冬城 Winter是冬天嘛 fail就是一片高地的意思 就是Winterfail就是冬天的那个高地 就是它叫临冬城 然后他们家的家训就是Winter is coming 临冬将至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借了那个梗 然后翻译呢 也是翻出了这个 就是临冬不至 所以翻译确实就是要多积累 你怎么积累都不会嫌多 因为你在翻译的时候 你就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梗 如果你积累不够多的话 你不知道这些梗 你就翻不出来这些东西 就是你会掉了这个梗 然后下面 Northern Hemisphere Hemisphere就是半球 Northern Hemisphere 北半球 Southern Hemisphere 南半球 当然还有东半球 西半球这样 Northern Hemisphere temperatures stayed flat from November to March 就是北半球的气温 从11月份到3月份 都没怎么变化 就保持平稳 这个Temperatures 它这里用了负数 大家可能觉得Temperature 为什么是负数 但是你要这么想 就是因为是北半球 很多地方的气温 就是这个国家 这个城市有个气温 那个国家 那个城市 也有一个气温 所以它就是一个负数 特定指什么地方的气温 或者哪一个温度下的气温 就是可数的 比如说 Water boils at a temperature of 100 degrees Celsius 因为它是特指 这个100摄氏度 这个温度 所以它也是可数的 at a temperature of 除了气温 其实Temperature 还可以指氛围啊 环境啊 比如political temperature 正值环境这种 然后下面这个 Stay flat Flat 大家知道就是平的 平底鞋 Flat shoes 或者这叫flats 就是平底鞋 然后平足 Flat feet 就是平的就是flat 平的地方啊 平的东西啊 都是flat 那你如果放在一个图表里的话 就是flat的线 它就是恒定不变的一个线 叫flat 所以flat呢 它也可以说是固定的 恒定的 不变的 一般说是比率啊 费率啊 百分比啊 比如说 fees are charged at a flat rate 就是它这个费用 是按照一个固定的费率来收取的 或者说你说价格不变的 价格固定不变 The price is flat 那么这个stayflat呢 就是这个气温这个线 就是这样子的 基本保持不变 就是冬天的气温 并没有出现大幅的降低 所以领冬不至 然后呢 下面呢 是一张图 就是告诉你这个气温变化的这个图 然后首先它这个标题是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winter of 2019 to 2020 was the warmest ever on land 就是这个2019到2020年 北半球的冬天呢 是陆地上最温暖的 最暖和的冬天 Ever就是强调前面的warmest Land surface就是地面的表面 Air temperature就是气温 And ocean surface就是海面表面 就是海面的temperature 海面的表面 它就直接是这个海水这个温度嘛 就是这个是直接是temperature 这里就是翻成地表气温和海面的温度 然后是average from December 2019 to February 2020 Change from average during same months from 1951 to 1980 就是这个平均值是从2019年12月份 到2020年的两月份 跟什么相比呢 是跟1951到1980年同样月份的平均气温 相比就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蓝的就是表示更冷了 红的就表示更热了 热的地方气温差最大的已经达到了7.9度 就是像这些最热的这些地区 它跟1951到1980年相比 它的这个气温已经比那个时候高出了7.9度 而冷的话呢 最多只冷1.1度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 基本上全球所有的地方都是变热的 变冷的只有这个是安克拉奇 是美国阿拉斯加州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就是有一点点变冷 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是热的 像这里是伦敦 就这里是英国 奥斯陆 莫斯科 这里是俄罗斯 这个地方念 Novosibsk 是新西伯利亚 因为它是俄罗斯那边嘛 所以它这个发音也比较像俄语 然后这个地方是东京 那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大概就是位于这个地方 变热变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俄罗斯这一块 然后下面这一张图 它说的是Average Daily Low Temperature 就是每天的平均的最低气温 按照月份来的 By Month 这个是根据城市来分开来的 然后这个红线呢 就这条红线呢 是2019到2020年的 然后这条灰线呢 是1951到1980年的平均值 然后这个灰色的部分 它就它指的是这一块 就是不是指的这一块 这一块它上面写的这一块是什么 是Coldest Month 就是最冷的那几个月 就是一月份这个前后这几个月 它这个95% 这Confidence Interval 它意思是置信区间 这个呢 它指的是这一块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 根据统计数据得出95%的可能 最低温度会落在这个区间里面 像比如伦敦这个图 就是1951到1980年 这个实际上的最低气温 它就落在这个置信区间 差不多的中部 就这个是比较正常的这个情况 而我们现在2019到2020年的 这个气温呢 它就基本上就是在 这个置信区间的最上面 就是它已经 就是接近最高的那个峰值了 然后可以看到 其他几个城市 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这个 都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段 The most commonly cited risks of climate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s 和气候变化相关的 最经常会被提到的风险呢 是自然灾害 这个sight 可能大多数人都认识 就是引用什么 提到什么 就这里就是提到嘛 或者你也说引用什么 就引用哪个人说的话 引用哪本书 但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个sight是一个极固动词 就当你说提到谁 或者提到什么什么什么时候 你说sight什么什么 可能大家都觉得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提到什么 sight什么什么 但是你如果要说引用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会想 给他加一个from 就比如说sight from小白 就感觉是引用小白的话了 但这是不对的 因为sight是极固动词 你引用小白 你就是sight小白就可以了 它的名词形式呢 是citation 当你用这个名词形式 citation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是要用from的 就比如说 citation from小白 那么自然灾害是什么呢 fierce wildfires 这个就是fierce的比较急 这个词它特别好理解 就是wild的火 就叫wildfire 那这个wild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它是在野外烧起来的 还有一个是它是自然 就是自然烧起来的 不是人为烧起来的 就比如那个 就是澳大利亚 每年都会有那种森林大火灾 它那种都不是人为的 就是大自然就自然会烧起来的 这种就叫wildfire 这个hurricane我们上次讲过 飓风 还有tornado 龙卷风 tsunami 海啸 然后后面是bigger floods 更大的洪水和更长的干旱 这个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搭配 就是flood它用的是big 然后drowths它用的是long 然后下面 but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recent effects of global warming has been unreally mild weather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就是最近这个 最striking的影响之一呢 striking这个词 我们学的时候 可能学的中文意思是惊人的 它确实有这个 让人惊讶的意思 但其实它有个深层的意思 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striking呢 一般是因为它与众不同 特别突出 如果形容人的话 就是这个人striking的话 就是说这个人特别好看 然后考虑到这些意思 你在翻译的时候 往往并不能直接翻成惊人的 就比如这里吧 它是翻成显著的 最显著的影响之一 就是因为与众不同 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是这么个意思 就大家贩怒的时候吧 有些词的意思 可能就是大致了解就好 然后在阅读中慢慢体会 它在深层次的意思 但是在精读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每个单词都要搞清楚 然后深层次的意思啊 潜台词啊 都要心里有数 这才是精读的奥义 就是上次我讲attribute 有个弹幕说 我一个词讲了十分钟 说真的 讲十分钟 我那已经是压缩了 我怕大家没耐心听 所以每次我总是提高 写了很多很多 然后录的时候删掉了一部分 然后剪的时候又删掉了一部分 这么压缩了两次 才是大家最终看到的样子 你要是放着就让我讲 一个单词讲半小时我都可以 但我真的觉得 就我现在讲这些东西 已经不能在山了 就是这些是精读一定要讲的 精读嘛 就是要读透 它叫精读 这也是我存在的意义 就是我带着大家读 就是给大家讲一些 你搬在字典上啊 或者自己看啊 看不到的一些 体会不到的一些 深层次的东西 不然要我干嘛 大家自己看就好了嘛 对吧 然后下面这个 global warming 它就是全球变暖 就是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中文 就是经常听到 一点都不陌生 从小就才听这个全球变暖 但是大家就不知道英文怎么说 所以这里就可以记一下 全球变暖 英文就是global warming 那么全球变暖的影响是什么呢 是has been 因为从到现在为止 就是从我们现在看到的 从过去到现在的这些影响 然后总结出来的这个话 所以它用的是has been 不一般的 跟平常不一样的 mild weather 温和的天气 mild就是温和 你可以说一个人脾气很温和 就是这个词 然后它形容天气呢 就是说不是特别热 也不是特别冷 然后就可以叫mild 就是全球变暖 近期的就是最显著的影响之一呢 这个语序 如果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你要就是调整一下它 因为英文的语序 跟中国的语序不一样了 是什么呢 就是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发生的 跟平常不一样的 非常温和的这个天气 这是全球变暖的影响 下面是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winter that ended on March 20th was the second warmest since records began and the warmest ever on land 就是在3月20号结束的 这个北半球的冬天呢 气象局好像有一个标准 就是比如说多少天气温高于 多少多少度 然后这个冬天就算结束了 是有记载以来 就是这个records 它是一个名字 所以你要念records 如果是动词的话 就是record 是第二个热的 但是呢 是在陆地上的气温记录当中呢 是最热 就是说它记录下来 最热的那个冬天 应该是就是在海面上发生的 不是在陆地上发生的 我们这次刚过掉的那个冬天呢 是陆地上有记录以来 最热的一个冬天 这个地方 second warmest 这个短横不要也可以 the anomaly was biggest in europe and asia where average temperatures from december to february were 3.2 degree celsius 5.8 degree fahrenheit and 3.1 degree celsius above the average from 1951 to 1980 and 0.8 degree celsius and 0.7 degree celsius above those continents previous record highs 这个一连圈数字 温度 然后还有这个年份 还蛮绕口的 就是大家可以多练一下 就是读数字啊 读年份啊 就是这些 对于英语口语来说 是一个坎儿 就是你可能 说别的东西很流利 但是你一到读数字的时候 你就会卡顿 这个很正常 就这多练就好了 我们先来讲一讲 这个anomaly 它是一个名词 anomaly的意思呢 就是不一样 就是跟别的不一样的东西 跟你预想的不一样的情况 就翻译的话呢 你跟别的东西不一样的 你可以说是 异常 异样 异类 跟你预想的不一样的 比如说冬天应该很冷 但是没有冷 那你就可以叫反常 它是一个可数的名词 就是一个异常 一个异类 都是anomaly 你可以说 detect an anomaly 监测到一个异常的情况 水盖什么什么 as an anomaly 就是觉得这个属于反常 举两个例子 such mild winter is an anomaly 就是这样子 比较温和的 不是很冷的冬天 是属于反常的一个冬天 that man is an anomaly 就是那个人 他是一个另类 是一个异类 天文地理呢 都很喜欢用这个词 什么重力异常 地词异常 什么磁场异常 这个异常都是这个词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搭配 就中文里面说 差别很大 因为也是 它这个anomaly 它用的是bigest 用big这个来搭配它的 然后它的一些变形呢 大家可以看这里 就是anomalous 形容词 anomalously 副词 还有一个名词是anomalessness anomalessness 跟anomaly 都是名词 但这个anomalessness呢 它是一个 不可数的名词 它指的是 异常反常 这么个事情 这么个情况 没有这个异常的东西 这个反常的东西 就没有 异类 另类 这种意思 所以它呢 是不可数的 而anomaly 是可数的 然后说到刚才说的 这个比较难念的 这个温度 摄氏度 它有两种念法 一种是degreecelsius 还有一种是degreecentigrade 就是你可以念成 3.2degreecelsius 你也可以念成 3.2degreecentigrade 这两种念法 都是可以的 而华氏呢 它只有一种念法 就是degreefarenheit 像这就是5.8degreefarenheit 然后下面 above the average 后面用的是from 这个地方大家不要误会 就是什么什么东西的平均数 它一般用的是average of average of the numbers 这些数字的平均数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用from呢 因为它这个average吧 它不是1951到1980年的average 那1951到1980年的average 是什么 1951加1980除以2 这个是它的average 对吧 它这个地方说average from 1951到1980 它意思是average of 1951到1980的 温度的平均值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average of the temperatures from 1951 to 1980 它这个from是这么来的 所以在搭配上面 大家不要搞错 average呢 它一般是跟off搭配的 average of什么什么东西 它这个above the average 就是比那个平均值高 这里这个the average呢 因为它确实是有一个 确切的平均值 就是1951到1980年的 平均气温 那你如果没有一个 确切的平均值 你就是说它 这个比一般的 比平均的那个情况 比平均的那个水平 要高一些的 那就是above average 比一般水平低一些的 就是below average 就是平均水平呢 就是on average 这个三个搭配 大家也是可以记一下的 这里全都是两个数字 两个数字 两个数字 因为它前面是那个 Europe and Asia 所以它是欧洲跟亚洲 就是欧洲的气温 亚洲的气温 欧洲的气温 亚洲的气温 这里those continents 也是因为它是两个大陆 就是欧洲跟亚洲 这个high在这里 它是做名词的 最高点 这个是一个可数名词 就是high在用作最高点 最高数值 峰值这个意思的时候 它是一个可数名词 比如说 sales reached a new high 销售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同样low也可以这样用 就比如说 the highs and lows of her career 就是它这个职业生涯的 起起落落 high and lows 也是一个可数名词 然后下面up to normal autumn 就是这个秋天还是比较正常的 就是冬天不太正常的 temperature stay close to the November levels for months 这个stay close to 就是接近它们11月份的水平 就连续几个月 都是这个11月份的水平 前面不是出现过stay flat吗 那这里有stay close 就像这样的词组 像这样的搭配 大家都是可以记一下 就是以后自己在写作文的时候可以用 比如说像那种图表分析情啊什么的 你用这种词呢 就会显得很高级 这个temperature是用est的 所以它这里呢 就是there there November levels in Boston 就是前面那些 那个城市的那个气温图 它里面就出现我这个波士顿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对照前面那个图 把这一段话再看一遍 在波士顿怎么样呢 where daily lows in general tend to hover around minus 6 degrees Celsius the average minimum this January was 0 degrees Celsius daily lows就是日最低气温 这个lows就是我们前面讲过 跟那个height是一样的用法 它也是可数名词 hover 这个词的意思是盘旋 旋停 徘徊 就是它旋在那个上面 然后基本不动 然后动的话呢 幅度也很小 就是hover 你可以旋的旋停的呢 比如说鸟 昆虫 蜂鸟 直升飞机 人 人hover呢 就是它在一个什么什么地方 徘徊 徘徊不前 或者股票价格 你本来希望人家是一路上涨的 结果人家不是这样的 人家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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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较小的范围 就是在这个范围之间波动 就可以说它hover 股票价格徘徊在这个位置 然后不往上涨了 那跟股票价格一样的呢 就是你可以说气温啊 其他的数字啊 百分比啊 就跟这些有关的 你都可以说这个hover 在我们头顶上盘旋 你可以说hover overhead 比如说 a hook hover overhead 一只鹰在我们头顶上盘旋 价格或者别的什么数字 在什么水平上波动呢 你可以说hover around 就比如这个地方就是hover around 你也可以说hover around 10% 就是在10%这个地方呢 波动 就可能10.1% 9.8% 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子就要hover 除了做动词以外呢 它也可以做名词 做名词的话 就是说hover的这个状态 比如说 helicopter in hover 就是在悬停在空中的 一个架直升飞机 这个零下6度 这个摄氏度念法 我们前面说过 那这个零下呢 就是念minus 6 minus是减啊 负啊 零下 都是这个词minus the average minimum 这个the average minimum 这个就是low的另外一种说法 你也可以说the average low 就是一月份的平均 最低气温呢 是零度 然后下面 for Tokyo the figure was 0 degree Celsius and 5 degree Celsius 就对东京来说 这两个数字 就一个是这个数字 就是每天的最低温度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数字 就是一月份的平均最低气温 对东京来说呢 一个是零摄氏度 一个是五摄氏度 by local standards 按照地方标准来衡量 the barmist winter of all was in Russia barmist 是barmit的最高级 barmit这个词呢 来源于barm barm是一个名词 它的原因是一种震痛 或者疗伤的 就精油啊 药膏啊 那种东西 后来这个意思 隐身一下之后呢 就成了就是 可以抚慰人伤痛的 可以给人就是 慰藉的 治疗心灵创伤的 这种之类的 这种东西 或者事情 就叫barm 比如说 barm to the soul 灵魂的慰藉 art can be a balm to the soul 艺术可以 抚慰你的心灵 抚慰你的灵魂 friendship is certainly the finest balm for her 就对他来说 友谊呢 是最好的慰藉 它的形容词呢 就是barmit 意思是能安慰人的 让人舒服的 天气的话呢 就是不是很热 也不是很冷 就是会让人体感很舒服 那种感觉 阳光明媚呀 或者是凉风淇淇呀 就像这种感觉 就是barmit 比如说barmit summer evening 就是清新凉爽的夏夜 就是这种感觉 或者说 a pleasant barmit breeze 就是让人很舒服的 吹在脸上 很舒服的那种凉风 阵阵清凉的风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barmit 那这里为什么用barmit呢 大家知道 俄罗斯的冬天 是很冷的 那个冬天 就是希特勒啊 拿破仑啊 都是扛不过的那个冬天 俄罗斯的冬天 是最大的敌人 它都可以到零下几十度的 但是 这一个冬天呢 却是没有那么冷 是历史上 最没有那么冷的冬天 所以他说是barmit 因为俄罗斯的冬天 就冷起来 太下雨了 所以没有那么冷啊 就会让人觉得比较舒服 所以他这里用的是barmit 这个词 它的副词呢 是barmit 然后它有一个名词呢 是barmit 像这个barmit 和bam的 这两个虽然都是名词 但是它的区别 相信就不用我再说一遍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很多很多次了 那barmit 就是barmit 这个状态的名词 比如说 the barmit of spring 就是春天那种 让人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俄罗斯到底是怎么样了 莫斯科's average daily low in January 就一月份 莫斯科的日均最低气温 was minus 2 degrees Celsius 只有零下2度 far from the customary minus 13 degrees Celsius 就是 它平时 一般情况下 是零下13度 而今年一月份 只有零下2度 就差了很多 customary 它的名词就是custom 风俗 习惯 海关 关税 都是这个custom 变成形容词customary 就是习惯了的 一直这样的 就是 一直 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 你可以说 it is customary to do 什么什么 或者 it is customary for somebody to do 什么什么 比如说 it is customary to offer a drink or a snack to guests 我们一般习惯 会给 就是来做客的人 会给他们喝的 跟吃的 同样的 你也可以用这个名词 就是 it is the custom to do 什么什么 比如刚刚那句话 你可以说 it is the custom to offer a drink or a snack to guests 或者customary 直接形容名词 你可以说customary elegance 就是这个人一贯 就很优雅 customary seat 就是这个是我一贯 会做的作为 这个Sheldon 他不是就有一个 他自己的专属作为吗 customary seat 就是我一般习惯的 会做这个位置 customary practice 惯例 还有这里 他索性就是 形容这个温度 customary minus 13 就是习惯的是 我们之前一直 差不多都是零下13度 这个温度 那么他的副词呢 就是customary 下面是 the winter that wasn't 这个表述很有意思 就是他用这个连 连字符 把这个连起来 就是 是那个 不是冬天的冬天 这里是翻成 尾冬天 of 2019 to 2020 is not yet a new normal 就是2019到2020年的 这个不是冬天的冬天 这个尾冬天 还没有成为一个新的常态 然后这个normal 他做形容词的时候 我们肯定都非常非常熟悉 但是这里呢 他是做名词的 做名词呢 有一种用法 我们也很熟悉 比如说back to normal 就是恢复常态 就是那种正常的那种状态 就是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这种用法呢 我们也很熟悉 比如说 his workload is now back to normal 就是他的工作量 现在已经恢复到常态了 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了 那在这里这个用法呢 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熟悉 它是一个可数名词的用法 就是是正常的东西 正常的人 这样的一种用法 比如说这里他说 winter that wasn't 就是这种伪冬天 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常态 这里呢 就是要加这个a 因为这个normal 是一个可数名词 同样的 abnormal 它的反义词 也有一样的用法 你也可以说 这个人 或者这个冬天 是一个abnormal 然后下面 the main factor determining the severity of northern winter is the arctic oscillation 决定这个北半球 冬天有多么冷呢 主要因素是 这个叫北极滔洞 这个severity 就是sever的名词版本 sever大家知道什么 严厉的 猛烈的 严峻的 剧烈的 严苛的 反正就是跟严啊 力啊 有关的这些意思 就是这个sever 那severity呢 就是这些意思的名词版本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 the severity of an injury 受伤的严重程度 同样的你也可以说 the severity of a damage the severity of illness 都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说气候 the severity of the climate 就是这个气候的 酷粒程度 恶劣程度 或者说 the severity of the punishment 惩罚的严厉程度 the severity of the impact 影响的严重程度 Architect 北极 北极那一点就是 the Arctic pole 北极圈 the Arctic circle 然后南极呢 就是Antarctic 同样的你也可以说 the Antarctic pole 和the Antarctic circle 然后下面这个词 oscillation 它在这里是说一种 就是气候的一种现象 叫北极滔动 但其实这个词呢 它的词根是 oscillate 就是动词形式 oscillate表示的是 摇摆 震荡 就是在两点之间 过去过来 这样摆动 它是一个不急的动词 中摆可以oscillate 数字价格也可以oscillate 比如说 the rate oscillates between two and six percent 就是说这个比率呢 就是在2%跟6%之间 这样来回的变化 我们经常说 加学校两点一线 或者加公司两点一线 你就可以说 I oscillate regularly between my home and my office 那么除了在实际的两个位置 oscillate呢 你也可以在情绪啊 态度啊 或者行动啊 之间oscillate 就是举其不定 犹豫不决 一下子觉得这样好 一下子觉得那样好 比如说你的心情 oscillate between optimism and pessimism 就是我的这个情绪吧 在乐观跟悲观之间 就这样切换 就是一下子乐观 一下子悲观 大家可以看军力一句 the court has oscillated over the decades from more liberal to less more conservative to less depending upon who was president at the time of vacancies 就是这个法庭吧 很多很多很多年来 都是在那个 要么自由一点 不自由一点 保守一点 不保守一点 就是在这个两种 就相反的这个情况之间 切换 变化 所以在这种意思下呢 oscillate就指在相反的 两种做法 两种想法 或者两种心情之间 变过来变过去 它的名词就是oscillation 就是指这种动作 这种变化 这个oscillation这个名词 它有的时候是可数的 就是当你说一次震荡的时候 就是那个震荡 它是可以数出来的 是这样震荡震荡 一次这样的震荡 就是一次oscillation 就是an oscillation 比如说中板的震荡 each oscillation of the pendulum represents one second 就是中板的每一次震荡 就表示是一秒 你也可以说是 在两种情况之间的 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 每一次变化呢 也是可数的 就是一次变化 就是一个oscillation 比如说oscillations of rain and drought heat and cold 就是一会儿是雨季 一会儿是旱季 一会儿热了 一会儿冷了 像这样的变化 都是可以数出来的 所以它是可数的 但是另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犹豫不决啊 举棋不定啊 就是它是在两者之间 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重点是忽左忽右 而不是一次一次的变化 那这个呢 它就是不可数的 比如前面说的 在乐观和悲观之间 这个情绪的切换 它不是重点说 我一下变到乐观 然后又一下变到悲观 然后我有几次变到乐观 有几次变到悲观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我一会儿乐观 一会儿悲观 所以这个呢 就要这样说 There has been oscillation between optimism and pessimism 这个就是不可数的 然后这个Architect Oscillation 就北极掏洞了 就是它这个后面 其实它也有解释到 就是The relative pressure of Arctic and subtopical air 我呢也查了百度 百度上面是这么说的 就是北极地区 地面大气压力的 周期性变化 就是它是重复出现 而且是从中纬度地区 到极地纬度地区 再从极地纬度地区 到中纬度地区 就是oscillation指的这种 从这里到那里 再从那里到这里的运动 所以这个情况呢 这个气候的这个现象呢 就叫Architect Oscillation 这个Architect and subtopical 就是我前面百度上面查的 那个极地地区 这个就是极地嘛 这个就是中纬度地区 subtropical就是亚热带 复热带 它的名词这个tropic 它是可以指热带 也可以指回归线 就是南回归线 和北回归线之间的 这个地方呢 叫热带 所以这个线和这个地区 都可以叫topic subtopic呢 就是副热带 亚热带 When pressure is higher in the Arctic 就是北极的这个气压高的时候 Cold air from the North Pole 从北极的这个冷空气 会push south 就是往南边推 Bring harsh dry winters to many places 就带来hush 酷吏的干旱的冬天 会带到很多的地方 hush这个词呢 前面那个severe 不是主要是 盐啊 利啊 这个意思吗 而hush这个词呢 它主要就是 酷啊 利啊 容易死 就比如什么 严酷的 酷吏的 艰苦的 还有就是一些 就让人不舒服的 比如说刺耳的声音 你也可以说是hush 或者是让人讨厌的 让人感觉不好的那些东西 让人不舒服的那些东西 那hush winter呢 就是很冷 就是这个冬天 就是比较难熬 然后会冷得 让人很不舒服 这种冬天 就叫hush winter 然后下面 When pressure is higher towards the subtopics 如果是 就是往这个 压热带这个 这个气压高了呢 Warm air pushes northwards 就是暖空气 就会往北边推 Hemming in cold air around the pole Hem这个词 如果是对缝纫 手工感兴趣的小伙伴 这个词肯定很熟悉 就是我们说 裙摆啊 裤脚管啊 都是这个hem 就是你衣服的那个 或者是什么毯子啊 就这种包边 就是你那个裤脚管 那个包边 不是有一层布 是这样卷起来 就是用烤边机 烤好的 就这种包好的边吧 它就叫hem 这个是它的名字 那么它的动词 就是给人家搞个边 就是你可以是直接的说 我给衣服缝一个包边 叫hem一个衣服 比如说hem address 就是给裙子缝个边 那我hem这个coldair呢 就是比如说 这是一团coldair 那我给coldair缝一个边呢 就是我把这个coldair 就包在这个里面 就是这个是我的hem 然后这个呢 是我的coldair 就是给它包个边 就是把它包围在里面 然后这个一般会搭配 就是hem in 就是hem什么什么东西 in 或者hem in 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这里的这个搭配 就是hem in 你可以说hem in coldair 你也可以说hem coldair in 除了把什么围在里面 这个非常实体的意思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象征性的意思 就是隐身的意思 就是限制 比如说你可以说 don'them in your child with endless restrictions 就是不要把 不要用无休止的规矩 去限制你的孩子 这个也是可以用hem in的 然后hem呢 它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你平时说话的时候 大家听到美记里面 很多就会 hem hem 就是表示你在思考 就是表示犹豫 表示有点不太想说 就是这种意思 就是hem 就是外国人 就会用这种语气词 在这个意思下 它有个词组 叫hem in 就相当于中文里面的哼哼唧唧,然后就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支支吾吾就是顾左幼儿言,他就不想说,想糊弄过去什么,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the administration hem and hold over the students' demands,就是对学生们的要求吧,他支支吾吾想糊弄过去。 那这也就是说这些暖空气呢,把这个极地的冷空气围住了。 these two patterns flick back and forth irregularly,这两种状态呢,不规则的来回切换,back and forth前后,但是中文里面呢,习惯说来回切换,所以就是来回flick这个词,喜欢做手杖看手杖视频的小伙伴肯定很熟悉这个词,就是手杖翻翻看,就是flip through,还有flipbook,flipbook就是那种像那个打开的书一样,就是你可以打开,然后里面有很多小机关,这里放点贴纸,那里放点什么,就这个叫flipbook, 那么你大概就可以知道flip就是翻,就是翻顺页是flip,然后撞车了,汽车在空中翻了个个儿,这个也叫flip,那这里这个flick back and forth呢,就是这两种模式不规则的翻过来翻过去,就是这样子。 下面for reasons that are not yet clear,就是出于现在还不清楚的原因,pressure in the subtropics,这个就是subtropical的名词,负热带地区的气压,this year was much stronger than in the arctic, 今年这个负热带的气压呢,是远远高于北极地区,and researchers have known it determined,how rising temperatures affect the arctic oscillation,determine这个词,我们一般接触到的意思是决定, 就比如前面这个determine,the main factor determining the severity of northern winters,就是决定这个北边这个冬天寒冷程度的主要因素,这个就是决定, 但是除了这个意思以外,它还有查明确定这个意思,比如说,the investigation will determine what really happened, 就这个调查呢,会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我们经常说的两点确定一线,就是two points,determine a straight line, 这里呢,就是查明的意思,how rising temperatures,就是正在上升的这个气温,会怎么影响北极滔洞,until a few years ago, 就是直到几年前,就可能有的小伙伴在写作文的时候会说until now,until then,但是until a few years ago呢, 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搭配可以用,那这里呢,大家就可以记一下,就可以写until a few years ago, climate models,气候的模型,tended to show,pressure in the arctic,strengthened to show, 就是在北极的这个气压,在增强,reducing the amount of warming during winter,temperate northern latitudes, 就是北极气压的增强呢,可以降低,就是冬天变暖的程度,这个the amount of warming, 就是一般可能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因为变暖的程度,我们会倾向于说degree of warming, 确实degree of warming是可以的,但是因为warming是名词嘛,所以它用amount来形容也是可以的, the amount of warming,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 temperate,temperature,温度,temperate,就是温的,开玩笑,temperate就是温和的, 就是不是特别热,也不是特别冷,就跟mild差不多,mild winter就差不多, 相当于temperate winter,除了解释这个温和的呢,它也可以解释为温带的, temperate zone,就是温带地区,那north temperate zone,就是北温带, temperate climate,就是温带气候,这里用的是atended,就是过去一直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the latest model,最近的气候的模型呢,find the reverse,reverse就是相反的, 就最近的气候模型呢,得出的发现是正好是相反的,然后下面, however,climate change is still responsible for anomalies like this one, 气候变化呢,还是要对像这样的反常负责的, is responsible for,就是它除了可以解释,我,谁,人对什么东西负责, 也是什么东西对什么东西负责,就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的成因, at the average global temperature in 1950,在1950年这个平均的全球气温下呢, a winter is mild,像这样温和的冬天,was all but impossible, 这个all but,它有两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可能很多小伙伴知道, 就是除了什么什么,其他都是,就比如说a,什么什么什么,all but b, 那就是说a,什么都是,就不是这个b,就是b是排出在外的情况, 而第二个呢,这个all but,是等于almost,就是如果a,什么什么all but b呢, 它的意思是a,几乎就是b,就比如这里,a winter is mild,was all but impossible, 它的意思就是a winter is mild,was all but impossible, 就像这样温和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第一种用法下, a不是b,而在第二种用法下,是a几乎就是b,这个可能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觉得不太好区分, 其实有个很容易区分的方法,大家先来看两句例句, 第一句是,the general was an unattractive man to all, but his most ardent admirers,就是这个将军呢,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吸引人的人,只除了谁呢,只除了他那些最狂热的崇拜者, 只有这些人觉得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这个呢,就是他的第一种用法, 就是all but的第一种用法,a,什么都是,就不是b, 然后下面这个,he has been all but forgotten, 就是他几乎是已经被遗忘了,这个呢,就是all but的第二种用法, 就等于almost,那怎么判断他是第一种用法还是第二种用法呢,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在这个地方画一条竖线, 就是在all跟but之间画一个竖线,在第一种用法下, 这个all他是充当句子成分的,就是他是表达内容的, 就是对所有人都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all就是对所有人, 而第二种用法呢,这个all他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所以当你在这个地方划了这一条线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第一种用法下,你这个线划在前面的这句句子, 他是通的,the general was an unattractive man to all, 这个将军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吸引人的人, 都是一个没有魅力的人,这个是通的, 但是第二个用法呢,他这里是不通的,he has been all, he has been all是什么意思,他是所有,他是全部, 这个是不通的,所以当你在这里划一条线, 前面这一块是通的时候,他就是第一种用法, 不通的时候,他就是第二种用法, 那我们现在看文章里面这一句,当你在all跟butter之间划一条线, 那前面这句呢,是a winter this month goes all, 像这样温和的冬天是所有,是全部, 什么意思,不通,那不通呢,就说明他是第二种用法, 那么这个all but,他就等于almost,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判断, 它是第一种用法,还是第二种用法, 这样你不会错了, 然后下面in today's climate,在今天的这个气候下呢, satch reprieve from the cold, once every eleven years, reprove这个词看起来挺陌生的, 但其实把它改一下呢,大家就熟悉了, 就是这个preve吧,他现在是没有这个词的, 但是如果你在字典上查,就是你这个字典比较好的话, 你可以查到,他以前就是曾经是有prove这个意思, 就是prove等于prove, prove就是证明嘛,reprove呢,就是再去证明一下, 就是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你法庭上不是宣判了吗, 然后要执行判决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有人说啊, 这个事情呢,还有一些问题, 我还需要再证明一下, 所以这个判决执行呢,就被延缓了, 暂缓了,也有可能是被取消了, 所以reprove这个词呢,就是等一等,停一停, 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词用作动词或者名词都可以, 在这里呢,也是这个意思,reprove from the cold, 这就是暂时还没有寒冷的冬天, 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是, 因为这个词它原意是, 对执行的惩罚,执行的判决, 延缓,所以你一般reprove这个东西呢, 就算是隐身了, 不是指判决,不是指惩罚了, 隐身之后呢, 一般reprove这个东西呢, 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东西, 就比如他说,这是reprove from the cold, 这个code就严寒嘛, 也不是特别好的东西, 他这个地方翻的非常好, 它是翻成这种寒冬暂时缺席的情况, 暂时缺席, 既准确翻出reprove这个意思, 而且文字呢, 也很优美, 也很好看, 这里是reprove, 就是有s嘛, 所以这个reprove呢, 它确实就是可数名词, 再给大家举两句例子, 比如说, a man awaiting death by lethal injection, has been saved by a last minute reprieve, 就是说, 这个男的本来是要执行死刑的, 他死刑的方式是什么呢, lethal injection, 就是打那种致命的毒针, 毒素, 就让他去死掉, 死刑的一种方式, has been saved by a last minute, 最后一分钟来的这个缓行令, 就是缓行令, 缓行, 暂缓, 这些都可以叫reprove, 还有呢, people emptied out of their houses, in order to enjoy a brief reprieve from the heat, 就人们都从他们的房子里面跑出来, 为了可以暂时躲避炎热, 就是reprove from the heat, 跟这里reprove from the cold, 是一样的, 有一个词, 跟这个词非常非常的一样, 差别就是一个字母叫retrieve, retrieve的意思呢, 是找回啊, 拿回啊, 这些意思, 那大家就记住reprove, 就是reprove, 所以它是暂缓, 而retrieve呢, 你就按照retake, return这样来记, 就是不管是retake, 还是return, 就是都是回来, 拿回, 找回这么个意思, 因为大家都是ret, 就是ret什么什么什么吧, 你就按照retake, return这些词去记它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 and if global warming, 全球变暖, continues on its current trajectory, winterests like this year's could become standard within a few decades, trajectory, 它是一个可属名词, 意思是轨道, 轨迹, 像什么行星的轨道, 导弹的轨道, 叫弹道, 还有人生的轨迹啊, 职业的路线啊, 它都可以用作这个词, 就是轨道, 或者像轨道一样的那种东西, 那种轨迹, 都是这个trajectory, 比方说an upward career trajectory, 就是职业在上升嘛, 上升的职业轨迹, 那这里就是说呢, global warming, 全球变暖, 按照它现在这个轨迹, 发展下去的话, 像今年这样的冬天, 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dector是十年, 一个dector就是十年, 两个dector就是二十年, 它们是这样算的, a few decades就是几个十年, 就是在几十年内, 接下来, mild winters, winker的冬天呢, 也会有好处, offer benefits, heating is cheaper, 取暖呢, 会便宜, flu season is shorter, 流感季节呢, 会短, and fewer people die overall, 就是总体的死亡人数呢, 会变少,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三个比较急利用, 就是什么, 什么, and什么, 这是英文当中的排比句, 大家可以记一下, 以后写的时候, 如果像这样写的话, 就会很好看, 不过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是比较急, 比较急加比较急, 不能说比较急比较急, 然后加一个不是比较急, 那就不是排比了, 就不好看, but problem is mount as well, 但问题呢, 也多了, mount, 它的名词是mountain, mountain是山, mount就是上山, 就是上, 就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它不管是上山啊, 上马啊, 上自行车啊, 都是这个mount, 那既然它有这个上的意思, 大家知道, 当这个线往上的时候呢, 就是增加, 所以它也有增加, 增强, 这么个意思, 除了这些意思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中文里面不是会说, 上一个活动, 上一个项目, 就是这么一个, 我们中文里面也会用上, 然后英文里面, 它也可以用这个mount, 它一般情况下呢, 是动词, 在做增加, 增强这个意思的时候, 它是不急误动词, 但是像其他的, 就是上山啊, 上马啊, 这些, 它是急误不急误都可以, 比如说mount a horse, 上马, mount a bicycle, 上辆自行车, 那如果是增加增强呢, 那你就只能用不急误动词, 比如说travels mounted, 麻烦增多了, 像这里是problems mount, 就是问题增加了, 你也可以说pressure mounted, 这个就是增强了, 就是压力增强了, 它也可以做名词, 它做名词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 就是什么什么山, 然后英文里面会说mount什么什么, 它这个mount什么什么呢, 就用在前面的话, 它一定是mount, 基本上不会有mountain这个出现, 它简写的话就是mt, 这样子的, mount什么什么, 比如说金字山伯爵, the count of mount crystal, 它这个书名的mount, 它是mont, 它这是法文写法, 其实呢, 就等于这个mount, 就是基督山mount crystal, without hard frosts, pests can survive and multiply to attack crops more harshly, frost就是霜, 冰霜, 糖霜, 都是这个词, 就是像霜一样那种东西, 名词呢, 就是霜, 如果做动词呢, 就是让什么什么上面结一层霜, 给什么什么上面撒一层霜,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the cold has frosted the windows, 就是那个因为太冷了嘛, 气温太冷了, 所以让这个窗户结了一层霜, 或者是I frost the birthday cake, 就是我给那个生日蛋糕上面撒了一层糖霜, multiply, 这个词我们小学数学课, 如果是讲到英文的话, 肯定会讲这个, 就是什么乘以什么, 就是multiply, 它是乘法的意思, 但它也可以解释增加, 就是它是以指数倍数增加, 就是这个multiply, 就是增加的很快很快, 一般你会说什么昆虫繁殖什么, 就是用这个multiply用的很多, 像这里它就是说, 昆虫存活和繁殖, 因为没有了这个盐霜, 昆虫呢, 就会存活和繁殖, 来更猛烈的攻击农作物, 这个hush我们前面讲过, 那hushly呢, 就是猛烈的, 盐酷的, 厉害的, 就是去攻击这些农作物, wormer winters, 更暖和的冬天, i really wetter, 通常呢, 也会更湿一点, Changing snowfall patterns, snowfall, 就是snowfall, 降雪的模式, 改变降雪的模式, this can shrink the snowpack that supplies rivers, and cause flood, snowpack这个词, 意思是积雪, 就是它会减少这些积雪, 这些积雪呢, 本来是给那个河流提供河水的, 因为那些水下来之后, 它没有变成雪, 它就还是变成水, 那水多了之后呢, 就会引发洪灾, 它这里这个flag是一个负数, 就是一般理解上flag是洪水是不可数的,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去想, 一次洪水, 两次洪水, 这个就变成了可数的, 英文中有很多词都是这样, 就比如我们前面说那个temperature, 它也是的, temperature气温是不可数的,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去想呢, 一个地方的气温, 两个地方的气温, 那它就变成了可数, 这个大家刚看这些水后, 可能是会很不习惯, 或者说很不理解, 因为这个语言的逻辑和中文的逻辑, 确实还是有点不同的, 但是你多看多接触之后呢, 你就, 你就可以了解它, 就是你就习惯了, 然后你之后再看到呢, 就这么有意思, 然后你再深一步, 再进一步呢, 就是你自己写的时候也会觉得, 哦, 这里我就应该用s, 就有这种感觉, 这就叫语感, Even people who be moan, fragile winters may miss them if they vanish, be moan, moan这个词, 估计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moan, 就是身影, 或者是抱怨, 哀叹, 就是基本上就是表达不好的情绪, 表达不满, 比如说, 那be什么什么, be这个前缀呢, 意思是使, 就to make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比如说befriend, 和什么什么成为朋友, befriend谁是谁, 就是和谁是谁成为朋友, beware, aware就是小心, 注意, beware呢, 就是让自己去小心这个东西, 就是留意, 注意, 当心什么, 所以be什么的这种动词呢, 一般都是急误动词, 包括这个be moan也是急误动词, 那be moan呢, 就是to make moan嘛, 就是这个东西呢, 让我们发出了哀叹, 发出了抱怨, 发出了不满的声音,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里be moan Fred winters呢, 就是这些winters, 让我们不高兴了, 让我们不满了, 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be moan the lack of funds, 就是抱怨他们没钱, he be moans the fact that the team lost again, 然后他在那里, 哀声叹气, 说哎呀这个队伍又输了, 就be moan什么什么东西, 急误动词, Freder呢在这里形容winters呢, 就是跟hush差不多意思, 就是特别特别冷, 就是说即使是那些会对这个很冷的冬天抱怨的这些人呢, 也会想念他们的, 如果他们vanish的话, vanish这个词就是消失, 而且他的潜谈的词就是他有一种解释不清什么原因,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消失的这种感觉, 就是如果谁谁谁消失了, 就是谁谁谁vanish了, 你可以翻成就是这个人凭空消失了, 神秘失踪了, 人间蒸发了, 就是有这种感觉在里面, 你或许会经常看到他跟什么just, simply这样, 黏起来用, 比如说这个人他just vanished, 或者这个人simply vanished, 就是这种词呢, 就是跟他这个词本身的潜台词就比较符合, 就有种这人就这么一下子就没了, 就这种感觉, 就神秘失踪的这种感觉, 除了人以外你也可以是一种传统, 一种物种, 就是这个一般也是解释不清楚什么原因, 就一种传统就那么神神秘秘的消失了, 一种物种就这么没有了, 不存在于地球上了, 他有一个常用的词组是vanish into thin air, thin air就是稀薄的空气嘛, 就是消失在了稀薄的空气里面, 中文有一个和他非常相近的表示, 就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就是影啊踪啊, 就是你空气里面的那些踪迹, 那些痕迹嘛, 就是稀薄的空气, 就是连稀薄的空气都没有了, 就是这个人消失的已经没有影子, 没有踪迹了, 就这么个意思, 这个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急物动词, 就什么什么东西vanish了, 但是你如果查字眼的话呢, 你会看到他也可以做急物动词, 就是字眼上有的, 但是我查了好几本字眼, 我都没有查到他做急物动词的例句, 然后我也搜索了这个词, 我也没有怎么找到就是权威的例句, 而且我可以摸着良心跟大家讲, 这个vanish呢, 我是看过了很多遍, 但是他做急物动词的用法呢,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还真的没有, 所以这个词, 虽然在字典上跟大家说, 可以用来做急物动词, 大家保险期间, 不要把它当急物动词用, 就把它当不急物动词用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这篇经济学人就全部讲完了, 相关的材料呢, 可以在我的专栏上自取,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念在我, 准备的挺辛苦, 然后录的也挺辛苦, 一般一个经济学人视频, 我要准备差不多四五天的样子, 就是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记得给我一键三连, 谢谢, 好,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